十一,《蘋果日報》,致名畢業生前FB群組拍片反對拖延 2015年7月26日要問A02本部信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議等埋首席副校長為由 暫緩處理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建議 事件引發廣大校友怒火,組成廣大校友關注組發聲 更設FB群組堅守港大百年基業,推動由跨越55年不同時期畢業的港大校友聯署 並轉載前高官黃永平、電台高層陳志雲等多名反對拖延任命的致名校友的呼籲短片 促校委會盡快通過任命,陳志雲主動支持新兼教育屆立會議員 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指,關注組由關心任命事件的校友臨時組成 首輪行動發起歷年校友聯署行動,已有多名重量級校友參與聯署 由於副校長任命涉及技術問題,有成員建議利用新媒體及短片,去解構事件的核心問題 令公眾明白事件內隆去脈,關注組已邀請到多名知名校友拍攝短片 港大好多校友都看不過眼,主動提出有什麼行,幫手 好似陳志雲就已不容辭,即刻拍片之詞 葉建源又指,關注組將密切留意廣大校委會 能否在周二例會通過任命,若校委會續拖延 關注組將升級行動,考慮呼籲更多社會之名人士施壓 兩週前,超過70名由1960年畢業至今年光畢業的港大校友舉行集會 向校委會表達勢必堅守港大信息 記者鄭啟源 天立正和8月9月11日 地委會 打祸 21 採 необход 一 祝